请各位就位 我们开始开会 接下来是第二组咨询 由秦卫朱议员 游书惠议员 罗志强议员 时间120分钟 请开始 市长请 市长 我发现你最近心不在市政 所以很多事情非常的打混 我问你在五年当中最满意的政策 跟最不满意的政策 结果你回答我的跟去年一年前的一模一样 让我觉得你也跟这个很多人讲的一样 叫鬼混 就是心不在议会 这让我觉得非常可笑 你四年的市政满意度 跟五年的市政满意度 完全一样 超确严的答案 就这样的来鬼混 应付议会 所以我不死心 我就去找了你的市政满意度 我很认真的把你们这五年来 研考会所做的民调 各项的指标全部查了一遍 特别是有关市政的 我发现从104年到今年 你们有关市政的问题 一共问了74项 其中呢 有33项市民的满意度 是不及格的 高达45% 那这四年到今年四年半 第五年 市民在你所有的市政满意度当中 分数最高的 市长你知道是什么吗 市政满意度最高一项都是环保 什么 环保 环保 答错了 最满意的是行车道 整体品质满意度 而且是河滨公园的自行车道 满意度高达92 可是很不幸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这是104年11月23到26的 第一名 是你五年来市政满意度分数最高的 104年的 他应该成绩算好农兵的跟你无关 然后你知道这五年来 你们74项市政满意度 市民回答 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吗 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公共建设 以前 最不满意的 又答错了 最不满意的叫做 解决居住问题的表现 满意度只有24% 而且这个调查是去年的调查 107年2月5号到7号的调查 所以我就把他很认真的查了一遍 做出一个表格来 发现你满意度不到60分 60分以下的有这么多项 不对 时间暂停 回到前面 请看一下 你啊 你啊 礼拜一在答复我们说台北登节办得很好 可以带动 这种商机 我告诉你 你们连续四年问台北登节 市民都不满意 满意度最低的40% 最高的48% 平均满意度44.6% 那台北登节周边的交通也是只有40%满意 你自己非常引以为傲的贪污的成效 满意度只有35 然后你觉得做的很棒的跨年晚会 满意度也很低 一次38 这是今年的 满意度只有38 花了那么多钱办的晚会 大家都不满意 然后呢 还有105年是46 平均是42 晚会的交通疏导 也只有37%的人满意 道路品质更差 连续几年你看 问了六次道路品质跟公共品质 只有平均满意度46.5% 那对学生的满意度也不高 比方说营养午餐只有40%满意 城市论坛更惨 一次30 一次57 加起来43.5% 然后社会福利工作 只有38%的人满意 老人福利工作 只有28%的人满意 那其他不管是 国中国小高中高职 学前教育的满意度都不及格 没有一次及格 总平均是46.6 然后你看 你今年的投票所的规划 你们自己也知道做的很烂 所以问了一下 结果只有39%的人满意 其他的 你看看 我就不多念 再讲 解决居住问题的表现 只有24% 所以我再列举 你们市政府自己 5年来问市民 最不满意的市政问题 十大不满意的市政问题 我们看下一张 第一名叫解决居住问题表现 只有24%的人满意 第二名是老人福利工作28% 第三名城市论坛30% 中小学教育市政表现30%满意度 市政府防贪污功效成效是35% 跨年晚会交通疏导37% 跨年晚会整体表现38% 社会福利工作38% 投票所整体规划39% 登节40% 登节周边交通40% 供应学生营养午餐40% 这边跟议员报告一下 等一下 我问题都没讲完 没轮到你报告 然后我特别再考察了一下 不同年度有什么不同 我发现 今年108年 你们做了六项市政民意的调查 其中有四项 成绩在40分以下 所以我总平均 你这几年 市政府自己研考会的 问答出来的问题 我做了问卷分析 你看看市长 你今年是不是对不起市民 每天无心市政 啪啪照到处去选总统 你今年的市政满意度 市政府自己做的问卷 市民给你的答案是不及格的 整体六项 只有45%的满意度 你要不要反省 要不要检讨 所以我觉得市长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做得好做不好 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把尺 所以你要选总统 选什么总统 你看你自己的成绩那么退步 好 我们最近针对这个 从阳进老金有一个相关的法案 你们为了打击议会 特别去做了一个民调 今天来发表 这个就让我觉得 我们老人福利工作 只有28%的人满意 那我们看看你自己做的 我们秀一下市长 你今天公布的市政满意度 其中呢 你这个夹七夹八的掩护信 我前面问了很多 进老卡的问题 最后到第12题你才说 问大家 柯文哲市长上任后 取消发放一般老人的 从阳进老礼金 并将原本要发放的 八亿元经费 投入其他老人福利政策 请问您知不支持他的做法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民调 我截取出来的 你们发的新闻稿 给自己啊 这个脸上贴了八张金块 你们就说啊 57%的人是支持的 28%的人不支持 可是我们再细分 你看看 65岁到69岁 以及70岁以上的老人 对你这个问卷 一半以上是不满意的 你看我们65岁到69岁 满意的总数是36.3 不满意的是47.2 不满意比满意的多了10.9% 再看70岁以上的老人 满意的是25.7 不满意的是50.7 满意的跟不满意的比 不满意的多了25% 换句话说 我觉得你非常对不起 台北市的老人 你在制造轻盈对立 世代对立 你问这个问题 你用所有的人 从20岁到70岁以上的 通通去问 可是这个事情 只是65岁以上老人的福利 你问年轻人 就算是你要发 年轻人也领不到 所以你就用全体 来去消灭老人的民意支持度 因此我觉得你非常不到的 你看这个问卷 65岁以上的老人 发一般的重阳敬劳礼金 一半以上的人是赞成的 可是呢你鱼目混珠 把这个65岁以下 本来就领不到的人 就算你要发 重阳敬劳金 65岁以下也不发 你用这样一个 完全不公正 不客观 以偏概全的民调 然后给自己脸上贴金 说57%的人赞成不发 重阳敬劳金 28%的人赞成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民调 基本上就是在耍炸 这个民调 基本上就是以偏概全 是对不起这些老人的 因此 如果你还要这样 掩耳盗铃 以这样偏颇的民调 来鱼目混珠 来欺负老年人 我就请你签一个连署书 我们看下面的连署书 假设你觉得 你不发重阳敬劳金 有57%的人赞成 28%的人不赞成 那就请你把它列为 竞选总统政线 你就签一个承诺书 叫本人柯文哲 当选中华民国 第15任总统之后 将要求各县市政府 比照台北市政府 取消一般老人 65岁以上的重阳礼金 即2020年 全面取消 中华民国各县市政府 对一般老人 65岁以上的重阳 结 礼金 请你做个承诺 请你签承诺书 因为你台北市不发 你觉得这是伟大的 这是绝大说出民意支持的 既然这么伟大 请你列为你总统的政见 你当选以后 全中华民国各县市政府的 重阳礼金 通通取消 请你承诺 请你签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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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来我第一次上台 我从来不屑于拿这些道具 我用我的嘴巴就可以跟你论辩 辛苦你了 我来回答 签完承诺书再回答 你不签承诺书 你不签承诺书就回答 时间算我的 我给你好 好 那就好 请你签承诺书 那就开始好 我记忆签承诺书 我跟你讲 我也不是第一天当市长 你要好 我们来好 请你签承诺书 我跟你讲 如果全台湾的各县市 他在老人的福利 都可以到台北市这种水準 那当然就可以不用发 问题是老实讲 其实我们台北市的老人福利 这个你可以把 即使用六度当标准去做比较 我们还是有很多赢人家的地方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台北市57%的老人 支持柯文哲不发重央进老金 所以这么伟大的政策 这么好的政策 推广到全中华民国 柯文哲当选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 全中华民国各县市政府 重疆金老金全面停发 比照台北市 否则你怎么对得起台北市的老人 还做一个假民调 老人都赞成 都对你不发不满意 结果你做一个民调说 57的人都支持你 骗谁啊 这个还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 我要为老人伸张这里 没有我跟你讲 这个题目有空 我们是可以来做辩论 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样 国家的政策还是要理想性 我们总会做假民调 假民调不是我们的专长 好 这个我来说 好 市长你不愿意承诺对不对 所以你当中华民国总统以后 其他县市维持继续发 包括你妈妈所在的新竹县 但是台北市继续不发对不对 第一点喔 这个超级老军是每个县市 其实这也是 我跟来在突袭我们台湾 在社会福利制度有个问题 叫非法令讲补助 其实不应当让每个县市这样 好 非法令讲补助 上个礼拜三 你们市政府三个副市长 带着消防局长到我们国民党团来拜托 要求我们支持你们 在那个消防局 一万七千每个月的加班费之外 再额外增加不受限 那个也没有法定啊 也没有法律规定啊 内政部也没有同意啊 你们三个副市长带着消防局长 跑到本党团来拜托 那也没有法定支出 然后我们每个老人 中午的那个工餐补助四十块 结果本议会有一位同仁说 请你增加为五十块 你一口就答应了 一个便当增加十块 这也没有法定支出啊 你想增加就增加 你不增加就不增加 所以当你想增加的时候 你还带着你们大军到本党议会党团来拜托 你不想发的时候 你就说没有法律的这个规定就不发 所以没关系 台北市的老人 中华民国老人 全部都看在眼里 你们在开什么小组会议啊 我讲话没有人在听哦 没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我们不再跟你讨论 就请台北市的所有的老人 中华民国全体的老人知道 柯文哲上任之后是如何的亏待老人 好我们看下一张 时间到了 我的这个题目已经咨询完毕了 我选举没拿你的钱 没有欠你的 我跟你讲公事公办 市长请问这句话谁讲的 在哪里讲的啊 这句话谁讲的 讲话口气很像是我 很像是你 什么时候讲的 我不晓得没印象 2015年 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讲的 讲给谁听的 你没拿谁的钱 哦 这个在讲话口气很像我的 但是在哪地方讲的 我不晓得没印象 你没有拿谁的钱 是你讲的 没错 时间地点都有 我不想跟你纠缠 你没拿谁的钱 你当时是在骂谁 骂谁 骂谁 我怎么晓得 你不要装蒜 没有跟你讲 我每天 每天讲话是我都记得 下一张 柯文哲当时希望透过我的引荐 想会见郭台铭 后来我有机会跟郭台铭参序 郭台铭说 柯文哲的办公室 打电话来希望能见他 郭台铭要我转告 帮忙转告不方便 因为他支持连战 连圣文 长期以来都是支持国民党 请问这句话谁说的 这应该是老柯吧 老柯 柯文哲说的 柯文哲说的 没错 柯文哲说的 柯健明 对不对 柯健明 对不起 太多姓柯的 那你是小柯 这句话是柯健明开记者会亲口说的 再看下一张 选举时有人捐了三亿元给对手阵营 所以不愿意见我 这句话是谁说的 这个应该是我吧 应该是你说的 对手阵营是谁 你跟谁选 你跟连胜文选 对不对 那捐了三亿给连胜文 所以不愿意见你 那个人是谁 你现在是要问什么 捐了三亿元给你的对手 所以不愿意见你的那个人是谁 好 我们回到前一张 这个是老柯 我们回到前一张 那个人叫郭台明 你要去见他 他不见你 你拜托老柯 柯健明帮你引荐 柯健明帮你去讲了 对方回答说 他不捐钱给你 再回到前一张 所以你说 我选举没拿你的钱 没有欠你的 我跟你讲 公事公办 你的记忆都回来了吗 你现在问什么题目 好 再往下走 一二三四再往下走 郭台明捐三亿元 是给上海 士博台北馆 这句话是谁说的 老柯说的 所以 所以 柯市长 你没有那么清高 你没有说你选举不花钱 不募款 你也曾经想要去跟郭台明募款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事情 可是你不能募款不成栽赃人家 拿了三亿给你的对手连圣文 结果郭台明去告 因为有另外一个名嘴 讲了郭台明 然后呢 郭台明去告你当证人 结果你没有帮那个名嘴说话 证明了那个名嘴是乱讲郭台明 所以那个名嘴败诉 那个名嘴就从此开始与你为敌 天天在荧幕上骂你 是不是 第一点 我见郭台明也不是要去跟他募款 只是我们选举的时候总是 各方各面都要去争取支持 我那个选举老实讲 其实2014我没有去跟他募什么钱 好 没关系 我只是要告诉你就是说 人讲过的话 历史会记载 走过的路吃过的饭 不要装傻 不会啦 我们再看下一张 现在大家都说你要参选 你也没有说不选 那就请问 这件事情很重要 坦白讲 如果你要决定参选 下一届总统 对我们市议会是很重要的 对台北是很重要 对中华民国也很重要 因为他牵扯到 我们议会监督的对象是不是不见了 所以我想请问 你要去参选 要给我们市民一个交代 给我们市民一个理由 你要参选总统理由 第一是因为民调很高 仅次于韩国瑜 当然要拼一下 请问是不是 不是 好 第二项 联署很容易 募款也很容易 一上线 一天就可以募到七千万 所以不选白不选 是不是 没有啦 我们那次才募了四千万 然后七千万 网路报导说 后来后面捐的 总共加起来 你那一次的募款收到了七千多万 没有啦 联署容易募款容易 不选白不选 是不是 我这联署很难 这个还没有组织 还不晓得怎么弄的 募款也没有很容易 募一天很容易 你募十天看看 就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这一题也不是你选总统的理由 第三 一生崇拜毛泽东和雍正皇帝 当然要取而代之 当一回正 是不是 这个齁 这才是再一章 我什么时候说我崇拜毛泽东 这实在是 网路上都有报导啊 网路的你还相信 然后 雍正皇帝 你也这个 这个说 很早就说 你要把那个什么 一堂合器 挂在你的办公室啊 正知道啦 好这个假设 也不是你选总统的理由 没关系 你说你一直是 创造奇迹的人 所以你要选总统的理由是 给蓝绿两党好看 再创造另一个奇迹 请问是不是 这个齁 因为想要给蓝绿两党好看 绝对不是齁 是人民 所以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好 那剩下一个最伟大的理由 对中华民国的未来忧心 忧国忧民必须救国救民 是不是 这好像很伟大的样子 是不是这个理由 我跟你讲齁 是不是嘛 不是 也不是 不是 所以你选举 不是为了救国救民 没有我跟你讲齁 那请问你选举 选总统的理由是什么 你这样累的话 只有第五个是可以当理由 其实都不是理由 第五个可以参考 所以你要参选总统的理由 是忧国忧民必须救国救民 不是啊 再讲 你的这种善效声是什么意思 表示这也不是你的理由 那你到底有什么理由 要选下一届的总统 你给我们一个答案啊 你不要参选总统的理由 我还没有说我要选啊 所以 那你告诉我们 你不要选总统的理由 也给我们一个答案啊 你不要参选总统的理由 我倒觉得是这样啊 其实还是那一句话 其实真的台湾今天 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真的很不应该的 坦白讲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你说联署很难 我们选霸法的规定 今年的9月13号到17号 要受理申请为选举联署人 换句话说 你在9月13号到17号 要向中选会登记 申请为联署人 请问你要用政党的代表去参选 还是用五党籍联署来参选 我又没有政党 不可能有政党 所以就要去联署 所以这个 昨天他问我说 9月17号没有去登记 大家就放心了 就这样 所以9月17号没有去登记 就没有选 登记要选的话 就这段时间要去联署 我们看下一张 那你知道联署要准备什么吗 要准备 第一个要准备一个 总统副总统选举被联署人名单 他上面必须要有副总统 副总统不会是柯文哲吧 总统一定是柯文哲嘛 所以9月17号 9月13号到17号 你要去登记参选 就必须要准备这个联署单 对不对 那请问你的副总统人选会是谁 谢谢你的提醒 我再想想看 是啊 你看我们多关心这个国家大事 因为我刚刚讲 你要去参选 绝对议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总统要去参选总统 我们的市长跑掉了 我们要监督谁啊 但你的副总统候选人会是谁 没有啊 这个假设性的题目 老实讲 你们都不相信 这不是假设性的题目 这个是一定要填答的 就像你说的 考古题非填不可的 你的副总统有条件吗 性别 男的女的 还是跨性别 不是啊 这个有要选的时候 才开始想就好了 现在想干什么 浪费时间 那什么时候开始想呢 因为九月份就要联署了 九月离现在很久 现在是几月 五月六月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三个月 你要去联署 九月13号到17号 你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除了刚刚那个副总统候选人 跟那个要去这个 报道的这样一个表决 表格以外 你要 第一个就是要填一个申请书 第二一百万的保证金 这对你来讲说很简单 第三个就是被联署的名单 副总统要想好咯 然后联署期间 四十五天之内要联署完成 然后你要提出你的联署书件的 期间时间跟地点 以及法定联署人数 它是根据我们最近一次立委 选举人数的1.5%以上 那经过试算至少28万人以上 假设为了避免有一些人 证这个证照不全 或者是重复联署 或者资料不全被剔除 你至少要准备超过三十万人的联署书 所以才会有说 这个妙天大法师要协助你联署 因为你刚刚也说联署很困难 请问你的联署 是不是要请妙天发动他的信徒 请师父帮你啊 奇怪 我都还没开始 你怎么比我还关心这件事情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很关心 因为你要落跑去当总统候选人 本议会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市长不在了 我们下个会期 在这边执行人可能就是代理市长 三位不知道哪一位口才好可能邓家基吧 我们就咨询邓家基了 不会咨询你了 那我们能不关心吗 不要紧张 奇怪 那边为什么每个都要逼我去选 奇怪 我们没有人要逼你去选 刚刚问你不参选的理由 你也答不出来 参选的理由你也答不出来 不参选的理由 然后叫你签署一个 总统选举 停发敬老金的证件 你也不签署 没有啊 那个其实从羊敬老金 这真的是 台湾历史上要去反省 我们这个 我跟你讲 如果说没有一个社会学者 或者是公共行政 或者政治学学者 敢出来说 其都是一次性的从羊敬老金 是对的 可是你看看 每个政治人物都要花 你当总统 你是讨不掉这一关的 市长 我们没有逼你选 可是为什么 不是啦 我没逼你算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 是因为台北市民关心 不会啦 民意代表 当然是帮市民问他们关心的问题 不会啦 大家不要紧张 唉呦大家都很关心 我跟你讲 关心到什么程度 你大概不知道说 今天的最新变化 我本来没有打算 要问你选总统的事 可是今天最新变化是 您知不知道 民进党中职会 已经决定 把你放到 民进党总统初选的 对比民调的名单 你知道吗 这个才好笑 如果到时候说不选 他们 他们是不是那个初选 要取消 再重新选一次 你感觉 你感觉 你用做假想敌 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麻烦 还是天上掉下来的 奇怪 每个人都逼我选 奇怪 没有逼你选啊 因为 你一月便当会的时候 你亲自跟我讲说 我实在很没想要算 对不对 对啊 你前几天又说一句说 我实在很没想要算 对不对 对啊 请问一下一个人 如果不想选的时候 那就不要选啊 只有选不上 没有非选不可的政治人物啊 那今天让你在这边 犹豫的是什么原因 没有人逼你选喔 你不要想太多 真的没有喔 好了好了 那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至今不直接讲说 我实在没想要算 所以我不要选 为什么 什么原因 让你至今讲不出这句话 我不选 其实 其实台湾的前途还蛮担忧的 就是这样 蛤 没有啦 以后再讨论 我跟你说 奇怪 我跟民进党也很奇怪 人家又没有说要选 你就把民调放在里面 如果到时候真的说我不选 那你怎么办 难道他出钱取消 再重选一遍 对啊 他们也很怕你从假想敌 变成现实生活的敌人啊 可是问题是 大家还是觉得很奇怪 不选就说不选嘛 那什么叫做我很不想选 可是我又一副在准备摸刀霍霍的样子 去年齁 去年您在选市长选举的时候 我就听到你的有一个传言说 你的幕僚其实已经决定好了 你选定了2020 当时连你的要参选的口号我都听到了 叫做柯文哲可以等 台湾不能等 当然你会说 不啦我房间又没有装监似器 你怎么知道 你是问哪一个幕僚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说传言嘛 你也在偷梦 绝对不是那个口号 绝对不是齁 那有新的口号是不是 不是已经在想了是不是 不是啦我跟你讲 我不会用这么难听的口号 哎呀其实齁 大家都知道你想选 那个好像是朱立伦的口号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齁 你就是想选啦 要不然你就直接说不选嘛 那你对于民进党 还有未来国民党 都可能把你放入对比式民调 那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就是那个一个石头每天被砸 砸出一个总统候选人是不是 奇怪我发现齁 我们世界活在世界上 别人常常是自己制造出来 真的 这两个人啊 柯文哲跟韩国瑜 真的 我本来在台大当医生 当得好好的 你没事就知道我干什么 韩国瑜在北農当总经理 当得好好的 奇怪去把他检查干什么 惹他干什么 奇怪 可是你举的那两个例子 都是被迫害的 现在没有人逼你选喔 真的没有喔 我们台北市议员很想跟你 好好配合四年喔 对啦 大家要努力 大家要努力 留在台北吧 好 那我们进入市政 因为我觉得柯市长对市政 其实是相当认真的 好 第一个是老人公餐 我知道市长上任以后 为了 因为你取消重量建好理经 你认为应该 推动多元的老人福利政策 其中一个推动的重点就是老人公餐 好下一个 可是市长 你看喔 这个是台北市总共有60岁以上的65.8万人 新北市有54万人 所以相对于人口比率来说 台北市的老人化是比较严重的 可是台北市目前的老人公餐处 居然只有325 新北市是921 你换成人口比 台北市居然要2000个老人 才有一个公餐处喔 新北市只要586个老人 就会有一个公餐处 你觉不觉得台北市的 长辈的公餐处 远远不足 这个可以调整喔 我有在想喔 其实公餐 有在想喔 给社福机构做 会比给里长做好一点 对 可是这个公餐处 是全部包括在内豪 下一页 好 你看我的选区 是倒数第二内湖 内湖 内湖有五万八千名老人 居然只有23个老人公餐点 一个里都没有一个 不管是社福团点或礼拜 2500个老人 才有一个公餐处 你是要叫他们怎么公餐 你刚刚说 你取消床床床禁 要礼金 你推动这个公餐 让长辈走出来 啊怎么走出来 2000多个 才一个地方吃饭喔 报告一座 我们今年的公餐处 公餐的点呢 已经提升到415处喔 你是说最新的 下一页 最新的最新的 好 我们相较于 内湖南港系指 是差不多地方的一个生活圈嘛 你看 系指是837个老人 就有一个公餐处喔 然后内湖南港都超过1000人 内湖又超过2000人 所以我觉得 市长 你应该有一个初步的目标 初步的目标是 公餐点台北sell 650处 为什么用650处 你起码到达1000比1嘛 新北市500多比1 你起码到1000比1 你认为在你的四年任内 有没有机会到达1000处 这个是这样啦 其实我有去问过那些 有的他宁可喔 像大安区喔 他老人聚会 但是他说他不要吃饭 所以也有纯粹 他只要能够聚会开放 所以我是给他们自由啦 所以说 我们还是开放给他们来申请 但是也不是说 不要为了目标而目标 如果他不想吃饭 你为什么要搶我 那这样就漫无目标啊 不要为了目标而目标 就是一个推卸 就叫漫无目标啊 你还是要达到1000比1 这已经是很低标了 因为新北市500多 好 没关系 我觉得这要列为社会局的努力啦 如果你觉得老人的公餐很重要 让长辈走出来凝聚感情 好 下一题 下一题就是刚刚秦议员讲的 就是您知不知道 过去的老人公餐的补助 一餐是40块钱 这个40块钱是怎么算的 你知不知道 老实讲 我这个 没关系 你只要简单的回应 我讲我当时的理由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是一屆出身的 要copay copay就是部分负担 如果完全免费 浪费太久了 对 所以补助40块嘛 40块 我告诉你 是以说我们政府机关 市府机关的物餐费 同人的物餐费80块 去算平均一餐大概要80块 所以市政府补助40块 另外有长辈自行负担 是这样定出来的 那现在为什么说 我们上一次跟社会局讨论说 希望提高为50块 是因为市政府也自己 参考物价的上涨 把同人的物餐费 变成100块 所以同等去提高这个补助 那局长是说这是合理的 可是我今天是特别希望说 市长金口一开 把这个政策给确定下来 这个 不过市长老 水物价调整本来就应该的 但是 市府自己调整喔 物餐费已经调整喔 那我们回去讨论看看 这应该 听起来是合理的啦 而且增加的预算非常少 这个是提高值嘛 长辈公餐的品质 因为现在菜和壁都这么贵 你不能叫长辈 随便吃一吃啊 吃粗肉啊 所以做我们虽然就是 会参照这个调整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还是鼓励老人要轻付费 就是说他自己 当然啦 他付一半嘛 对啊 因为现在就是 你们也是估说 物价调整 才会市府同仁的物餐费 变成100嘛 没有道理说 市府同仁值得吃好一点 老人就吃便宜一点的 我想这个标准统一齁 是没有盈利的 因为中央把80块 调到100块 是因为30年来 80块都没有调 可是局长 你之前已经承诺了 不要市长在旁边 你又说了 那我是说明一下 那下一页 我们除了值以外 80变成100 是希望值提高 可是如果你一年还是24万 会变成说他服务的量变少 那就有为市长的初衷 所以应该等比例的去调25% 可不可以 我觉得应该 应该从每个里的老人的数目去分集 因为有的里很大 有的里很小 你说按照人口数是不是 按照老人的人口数 我同意 你一个公餐点 这个公餐点的里 如果到达多少的话 万一人很多 5000人的里 跟1万人的里 补助的不一样 这个我同意 那麻烦社会局把市长这个最新的指示 把它演理出来 我觉得市长这个是对的 但是24万还是如果可以等比去调高 我们就等比来调 按照里的大小 好 接下来 禁老卡的使用范围 我知道很多很多议员都很关心 那他们关心的原因也是有道理的 好下一页 现在一年的需求 假设我们按到点数跟发行章去算的话 一年应该要编到24.7亿 可是现在社会局只编了12亿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吃定老人 对不对 因为市长如果今年的使用率 被我们推广以后到达8成的话 你怎么拿10亿来补勒 你要用二倍金去填补不足的10亿吗 不可能 所以这种预算编列不足 真的是在欺骗社会 现在还没有用完 但是我觉得这样 这个其实我跟你讲 社会福利易放难受 所以我们是慢慢给它扩大 不是预放 你已经放了 你就是编每个月480点 只是你可以把预算编列不足 但是如果所有长辈真的把480点用到8成 你就会有空缺10亿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预算编列是完全不合法 也不合理的 你根本编列不足 而且你是大大的编列不足 你大概编列一半而已 不过那个使用慢慢再增加 我们再监看 所以随着需要量慢慢增加 您知道现在一个月 只有4.2% 100个老人只有4个老人 会把点数用完 原因是什么 就是用途不符合他们嘛 他们没有要去什么山猪窟游泳啊 没有要去做猫懒啊 没有要去做观光巴士啊 你强迫长辈去使用他根本用不到的用途 这样子的净老卡根本就是一个空的嘛 你看现在480块的卡片平均用一半都不到 平均使用 所以为什么所有议员下业才会说 希望说开放净老卡的用途 当然我知道很多议员天马行空的在提开放的用途 可是我一月份的时候有跟市长报告过说 所有长辈最需要而且一定会用到的叫做医疗需求 所以我希望说开放让联一在就医的门诊 可以使用健保卡来挂号 市长你当时告诉我说你们会研究 上一个议员陈兵甫也咨询过同样的议题 你也说会研究 已经5个月了耶 市府的效率这么差吗 这条讨论过为什么 门诊如果还用的话 如果是联合医院可以用 那我跟你讲开业医一定抗议 除非你是说开业医也可以用 但是这个就要想一下 你不能怕私人诊所抗议不顾老人的权利吗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很具体的 这个我们真的讨论过 内部讨论过 所以是这样 我觉得老人卡的使用 交通优先 运动中心 我们一步一步 不是应该健康优先吗 党辈不是健康优先 运动 运动跟交通 那身体不好的不是也更需要照顾吗 老实讲 其实我们台湾 门诊挂号 看门诊的次数太多 这实在是不对的 如果按我们这些流媒的就知道 我们美国人看门诊次数没有太多 看门诊次数高 可是那病 跟你要不要让他可以去看联衣是没有两样的 他现在不能 他的门诊次数就已经这么高了 好没关系 我觉得还是要评估 这一条我们有在思考 这个蔡副市长有一个专案小组 在研究老人卡 那要研究多久都四个月了 一个案子要研究一年吗 其实这样啦 老人的预算 我还是主张老人的健保补助优先处理 那个本来就有是你取消的 下一个议题 讲完长辈我们来讲说虐婴案 这个市长之前应该知道内湖有一个托婴中心 好 这个表我之前已经咨询过局长 所以没有关系 就是同样的案例 新北跟台北的处置状况 台北市是慢很多 那局长也承诺说未来台北市会加速 所以没有关系 下一页 好我们后来去检视 我们要求社会局去检视说 回溯过去两个礼拜 有没有其他的保姆有类似的状况 就发现同一家托婴中心 确实还有其他的保姆有不当照护的现象 我没有要求社会局 把这个托婴中心的全部的连锁的分店 全部都去看他过去两个礼拜的状况 结果也发现其他三家连锁托婴中心 也有一些照顾不周的状况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当你没有发生不幸的事的时候 你不去查 你永远不知道 洞有多深 问题有多大 对不对 是 依旧这个容许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很多议员关心这一题 所以我们未来不会只用评鉴 来当做托婴中心的这个成绩 现在有评鉴了 发生问题的就是假期评鉴的 我会把平常限期改善的 全部都列入评鉴的项目 因为像我昨天找到一个数据 就是去年我们限期改善 虽然我们处分只发了4件 可是限期改善总共53件 我知道 但是这个在评鉴里头看不出来 但是 我会把它纳进来 但是局长 市长 限期改善也是什么 当有人有家长来检举 来反应了 或者是你们抽查 抽查到了 你才知道 对 那如果像这个情形就是 家长就是不知道 他小孩子被这样照顾啊 他知道的时候 已经是小孩发生意外了 所以当时我有建议局长说 用科技来解决这个问题 市长你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用科技可以解决的 我想你一定同意 现在中央的额少法 在四月的时候 已经三读通过 说通音中心必须强制加装监视器 那下一页 这个没有这么重要 下一页 可是我希望台北市更进步一点 既然有监视器了 就顺便加装远端监视系统 像现在月子中心也有 家长有个APP 可以随时登录 去看他小朋友 现在在拖音中心里面的状况 像大陆也是这样子 基本上大陆的拖音中心里面 也都有了 那我们的社区大楼的电梯 也不就是远端遥控道管理室吗 所以这个技术是又便宜又成熟 又成本低廉 是不是能够台北市更先进一点 未来要求 只要加入准公共化抖音中心的 都要强制装设远端监视系统 因为这只是连上网路而已啊 方刚宇作这个部分啊 因为我们还在跟相关的专业对话 所以是不是给我们一点时间 因为这个有一点人权啊 还有相关的现场上的操作的困难 请问一下 爸爸妈妈看自己的小孩 有什么人权的问题 那偷音中心 baby那个做月子中心 一个月的 跟一岁的 为什么月子中心可以 那你说那个月子中心也不行 你要去取缔咯 违反人权 比方说一个班里头 有八个小孩 十个小孩 那同时会看到其他小孩 那我就说嘛 月子中心也可以啊 那你是不是现在 就去稽查月子中心 违反人权的状况 我们愿意来鼓励业者做 但是如果说是音的话 你加入准公共化 作为列为条件之一就好啦 不是吗 你加入准公共化的条件之一 你跟他签约的条件之一就好啦 跟易作分享一个例子哦 其实现在有业者自行已经有装 那状况就是说 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不断的 看到那个及时 然后就打电话去跟保姆说 你怎么没有帮我的生子儿子 盖什么衣服或什么的 反而干扰到现场的工作 那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排斥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鼓励 你不能说我怕被监督 所以我不要被监督 这个是不合理的 也许有更好的方法来取代这个 就是即时的监视 局长你说你要评估吧 市长你们每次什么答复都说要评估 然后一评估就没完没了 可不可以现行给议会一个答案 因为这个高嘉宇议员跟我都有提案喔 我跟你讲 我是加护病房的医生 如果说每个加护病房 加护市委要说他要开个监视器 你觉得呢 这有时候老实讲 你这样一讲 我内心真的在很多犹豫 我跟你讲婴儿是不会讲话 不是 我们那个加护病房每个插管 用麻醉剂他也不会讲话 那你就是说像每次都发生事情 再去看监视器咯 不是啦我跟你讲 这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有时候 现在就没有信任这个问题 这个跟信任无关 现在是用机制来防堵问题 不是一切靠信任嘛 你那么信任 你市长是为什么要用政策窃听呢 为什么一年都要做一次到两次 你也不信任啊 这一条 这一条真的我有点犹豫 因为这人与人之间 那你就给我们一个办法 保证台北市不再有虐婴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说 可让家属与托婴中心 可以说你要不要 我倒觉得如果双方都同意 OK 或者说我们是不提供的 当然不是市府提供啊 本来就是业者提供 业者他也可以说我们 愿意提供 也许这样生意会不会比较好 我不曉得 但是我觉得不要太 你不能什么都放任业者自主啊 那我问你 市府的到底防治虐婴 这样有没有积极的作为吗 事后的防堵都是来不及的嘛 一条生命已经走了 所以我实际上市长你要有同理心啦 好下一页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北夷子铁 北夷子铁你知道什么吗 知道啊 知道齁 你还记不记得你一开始的立场是什么 还有两个方案嘛 一个是直接穿过翡翠水库 一个是绕过去嘛 你记不记得你当年2014年 你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其实我跟你讲喔 这个问题在哪里 理论上你知道齁 大约翰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叫做大约翰 你拖时间喔 不是啊 理论上大约翰从下面过都没有问题 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那个废图你知道 人家说不要乱到就不会乱到 我们想要废图会乱到 所以老实讲 我觉得不是SOP的问题 所以最近我来讲 不是没干净不干净的问题 是人干净不干净的问题 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邀请你 到台北市的马路看一下 是道路平不平不是路平的问题 而是人管理的问题 你到台北市的道路 跟日本的道路 去比较一下 为什么在你的任内路越来越不平 好 不过没关系 林嘉隆的意思是 似乎是说要用最快的 就是穿过翡翠水库 你一上任你的态度也是说 要踩最短的距离 当时 好前市长是严厉反对 可是你知不知道 你的局处首长也是反对 穿越翡翠水库的 这一点你现在知道了吗 没有我只要问说 市长知不知道你专业的 不管是过去 现在环保局局长刘明龙 过去是肥管局局长 还有现在的肥管局局长 他们的专业评估都是反对的 我想翡翠水库在雪碎施工的水质变化状况 他们一定都有给你看过 那您一向秉持的态度就是尊重专业嘛 所以你现在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愿意尊重专业 去跟中央讲说不能穿过翡翠水库 这表示说当年在做那个雪碎的时候 那个废图一定是乱倒 你说这也没用 我只是说你现在尊不尊重你自己局处首长的专业 去跟中央说不要经过翡翠水库 还有你未来如果真的真的去选 又当了总统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把他穿越翡翠水库了 这一条现在标准单应该是说 原则上不同意 变成说要做的人要提出说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下一页 所以原则上您是不同意 那我希望您透过各种方式 有你亲自去跟林佳龙 因为你说的中央才会怕 局长讲的中央根本不甩 你讲的话中央才会怕 连蔡英文都会怕 所以直接跟他们讲说 我不赞成影响台北市的水源 好下一页 这个议题你应该比较熟悉 2015年的6月 你曾经说过 内湖垃圾山的问题已经处理了 下一步要处理我们内湖焚化炉的厨艺问题 这是你当时2015年6月的承诺 然后当时的盧副局长 当时也是副局长盧世昌 也说内湖焚化炉的厨艺 不影响台北市的垃圾处理量 因为剩下的两座就够了 这在当时的新闻都有 所以这是卢市长讲的 我想我没有污蔑 新闻都还找得到 他说厨艺内湖焚化炉是影响最少 呼声最高 另外两座焚化炉的处理是绰绰有余 那这个问题因为只剩下19秒 我们明天再继续 那市长可以回去想一下 你对内湖焚化炉的态度 好 谢谢 好 今天第二组咨询时间剩余70分钟 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执行 站会